夏季用电高峰期即将来临 新北市政府也加快推动节电的脚步 今年再度寄出晋级的智慧节电计划 同时精选出18招强打的节电计划 邀请全民一同来过着 纵观全球趋势相较于电厂的兴建 其实节电才是更好 更永续的选项 新北市已经连续两年 获得全国节电竞赛第一名 今年再度邀请大家一起来 过去连续两届的全国节电冠军 就是新北市 新北市400万的人口是最大的城市 也是工商最发达的城市 但是是靠着大家一起来 我们每一个社区 就像今天张理长 你的这个模范的示范社区 或者是我们商业会三位副理事长 把我们各个店家各个商家 大家一起来配合 这次配合中央新节电运动计划 市府整合了环保局 城乡局 秘书处等 打造高达23项 晋级的聚会节电计划 包括设备的太旧换新 清凉屋顶的示范推广等 今年市府各局处同样全面动员 并且提早展开节电的行动 共同为即将来临的夏季用电高峰期做好准备 记者沈志佑林景云 新北市采访报道